羅健熙在這裏真是最好 新鮮熱辣阿希 剛剛立法會通過了完善 沒有反對沒有棄權 完善區議會選舉方案 你自己覺得是否很完善呢? 我們一直都有一個說法 區議會選舉的制度 這麼多年以來都在說 市民可以一人一票去投票 然後去選擇一個最認識地區的人 或者覺得最能幫助地區的人去做區議員 亦都因為選區比較小 所以跟街坊的聯繫是很緊密 街坊也都很… 某程度上會說 區議員的角色某程度上是一種 第一層幫政府去處理所有問題的一班人 即是你要申請什麼津貼也好 你要去做什麼… 現在都可以做的 都可以 但是當區議員要復活的區人 這麼小變得這麼大 民選出來的人又少了這麼多 那些不是民選的人 我就真的沒有期望他們會 下手下腳去在區裡面 幫街坊填表那些 我就真的沒有… 我就真的不認識 起碼我做這麼多年區議員之前 我也見過一些委任區議員 我也見過他們有開辦事處 但是他們那些辦事處的運作情況 我就不覺得是一個正常普通民選區議員 他要回應選民 他要面對市民 要問責 要向市民問責 下次要再找他們投票 不會是那種熱衷程度 所以將來我想在市民之間得到 在區議員那裡拿到的服務 是會大幅減少的 那民主黨參不參加呢 這個選舉 還在看著 還在看著 人家問了你這麼久 你今天還在看著 我們現在開放了黨內的朋友 他們如果是有興趣的話 可以表達這個意向 現在多少人表達了 我還未認真看過數字 因為我們是 ongoing做的 現在持續地… 不要中英夾雜 持續地在做的 我們是 這件事情 所以… 你有興趣你都可以… 我也可以 有很多人跟我說 你說不明的人 叫他去選吧 他公開說了很多次 他七十多歲了 退休了 他未有七十多歲 大哥 你不知道他這麼老 類似的 總之他說自己退休了 我大過的畫面 但是… 年輕一點那些選不選 有沒有人會上選呢 我們有聽到的 就是跟上次立法會的比較 就是上次談了很久 完全沒有任何人說有任何興趣 所以搞到最後 就重新再開放一次 都真的沒有人得到足夠的提名了 那… 就沒有人去啦 那… 今次我們在一邊談的過程裏面 就是由… 我想… 我想我們三、四月開始談 那… 去到現在其實一邊聽 都是有個別 七月了喔 個別有些人是一邊都有興趣 但是… 因為他… 之前大家都… 也都老實就是 他之前那方案 傳出來是沒有那麼辣的時間 那個興趣是大一點的 現在… 在… 他那個方案 認真地出來了 落實了是這個之後呢 有興趣的人是大幅減少的 說真的 你… 你作為黨主席 你是不是覺得 民主黨是應該會有人去參選呢 我… 他們仍然覺得 哎… 那… 有聲好像總是好過沒有聲的 那… 就是… 難聽一點說就是 那萬一有什麼事要找區議員的話 那… 那好像找一個… 真是會幫到你的區議員 好過找一些和政府同聲同氣的區議員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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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躺平了 全部人都躺平就選了 但躺平也同時可能是沿對抗 你都沒那麼容易躺平 我想這就是其中一些 北京又怎麼想呢 你們有沒有一些訊息 是一些中間人 中間人的什麼 回來說 北京其實都很想民主黨去選 我沒聽到 北京一定不讓你選的 你一定進不了閘 我這次是沒聽到 什麼都聽不到 那個叫什麼 那個人很喜歡 劉文端 人們就說他寫了那些東西 把名字放進去 劉文端又說要我們生 又說要我們死 這次有什麼要說呢 他好像之前有寫過一篇文 又說不選就死定了 不知道怎樣 但他們 我想其中一個過去是他們建制派 他們公開的說法就是 一路都是說 民主黨你要更元亦次 然後你才可以選 很多人說 不如阿姐你代替我做主席 那 我的態度就是 我做主席也好 或者阿姐做主席也好 或者誰做主席也好 我覺得民主黨就是民主黨 如果民主黨更元亦次 其實就不會是民主黨 那什麼更元亦次呢 他想怎樣呢 他想 沒有很具體的說 他們說了很多次更元亦次 但是怎樣為之更元亦次呢 愛國愛港我們一向都認的 你退休 不是叫退休 你現在還未退休 你在立法會沒有選的時候 你都說你之後 你都要繼續為香港和中國服務 是不是 所以 愛國愛港這件事 我們一向都認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的定義裡面的東西 我們是不是要去符合他的定義呢 我自己的態度就是 我繼續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認為對香港市民對的東西 我認為對香港好的東西 我們談好 我們覺得應要做的就做了 那些候選人會不會拿到提名呢 這個都是大家在想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我們的程序裡面 就是現在就會問一些黨有哪些人在考慮 就是不論他是積極考慮還是消極考慮什麼都好 我們都在問 下一個我們就會找他們談 就是他們想著怎樣去處理呢 就是他們是 已經心目中有些人是可以給他提名 他是想著用什麼方法去拿那些提名 亦都要說出他們是想著怎樣去做選舉呢 就是選區帶了那麼多 跟以往那麼不同的時間 你是想著怎樣搞呢 我覺得這些地方 我們都要去仔細聽他們 看看他們是不是一些適合的候選人 我就很擔心上一次立法會選舉 我在這間房間 友善來和我 無緣無故第一個和我做訪問 我就說不要屈辱 被林鄭月娥罵我 我說我不懂什麼叫民主 什麼叫不選舉 這次我還是不覺得應該屈辱 不過外面有些朋友就跟我說 嘩 一定會有屈辱的 有些人對民主黨不是很大的信心 他覺得你被他選了或者被他搞 他不知道要做什麼條件 他都會搞 你有沒有這個憂慮呢 我自己沒有這個憂慮 你沒有啊 嘩 好厲害啊 我覺得那個外面的人對我們有什麼要求 或者有什麼想我們做 或者用角色角緣的方法提醒你 叫你做都好 過去這兩年 其實兩三年都不停發生的了 我們做的就是我們繼續會開記招 我們繼續做我們的政策的評論 我們繼續說我們覺得對香港市民是好 對香港是好的說話 我們每天 你們看一下 雖然我可能開記招開得比較少 有時候有些題目覆到 哎呀 很悶啊 你便悶了 別人問得你便不悶了 太悶了 人家當然有興趣才會找你 悶了鬼 有些議題說到有些閹門 所以有時候都 都不想覆了 都說到不想說 但是我們每一天 其實在我們YouTube裡面 都仍然在做很多評論 那些評論不會因為 你民主黨現在 或者有可能別人要你去 有某些的表示 然後那些言論就會沒有了 或者我們就會停止去 對政府做錯的事情去批評 是不會的 我們不會繼續照做 你即是很有信心 我對民主黨的情願 即是想出來選的人 你對他們有信心 我對他們有信心 那真是好 因為我還有些人說 他真是很無信心 他會說死定了 他以後覺得沒事 不過不怕 如果有甚麼事發生 你知不知道我甚麼身份 你幾位會否造成 你還有一個制度 不過你不是一個人 當然應該要五個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一起投訴 如果有甚麼事 如果真的很屈辱 不是說對他個人屈辱 那麼簡單 是一個組織 一定會動 當然是 這個不是開玩笑 老實說 我雖然現在不是坐在立法會 不過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害怕 我坐在這裡就害怕了 所以我想那幫人清楚知道 我又不是無事生非 但你做些事 大家都很公眾 你令到民主黨聲譽受損 當然有後果 還有我想我們剛才也提到 在現在我們做的一些程序手續裏 其中一部分就是會跟我們討論 究竟他們打算怎樣做 我想除了問他們的選舉工程 很技術性是怎樣去處理之外 有一些很核心的價值 究竟他們認為民主黨未來的定位 他們作為如果當選成為區議員的時候 他們怎樣去定位自己 怎樣去定位作為民主黨成員 作為民主黨區議員的自己 這些問題我們都一定會問他們 當然好 所以我都建議 如果找到一群人正經地表態 那你都應該開個會 給我們這些無謂叫元老 聽了元老嚇倒 以為一百歲 普通會員 叫我們大家回來 又不是要擦一下他 大家問一下問題